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劝书理和赵毅离婚 哎呦 那是气话 冲了前夜说我 还指着鼻子说我 你这个没有教养什么的 是我 我能说这话吗 你不会真的劝书理和赵毅离婚吧 人家这个书理和赵毅两人说得挺好 我干嘛劝人离婚呢 我有病 我傻子 我还是脑进水了我呀 姓家母也不会教唆她的赵毅跟咱们家的书理离婚吧 她呀 比我还减 比我聪明 知不知道 她劝离婚 再说了 现在有几个是这父母真的劝自己儿女离婚的 都是一时冲动 我们两个话敢话 这不就这么说了吗 完了之后吧 这风一吹 两人脑都凉过来 清醒了 哎 这样最好 以后啊 你做事要三思二后行 可不能像今天这么一时冲动 你想 你要是跟姓家母把关系搞僵了 这以后就不好缓和了呀 不好缓和就不好缓和吧 她又啥了不起的 她说我没有教养呢 我跟她咋没教养呢 你看她教育出那孩子 那赵柔 什么样啊 我都不惜说 我跟我一说之后我就来气 还有咱们家的淑陪 四十来岁的人了 那叫什么呀 干出这种事儿 要叫人知道 多叫人笑话呀 小丽子是不知道要知道 你说怎么办 两个人真离婚了 你说这小虎怎么办呢 你别激动了 你呀 放宽心 静下来 你看我 闭上眼睛 慢慢地呼吸 是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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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能坏心 哎呀 你呀 心先静下来 这事儿好解决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一会儿小丽回来 你就当着什么事儿都没发生 乐呵呵地 是不是 你把你的灰笑的本事拿出来 笑一笑 这 一片乌云就散了 哎呀 大小姐回来了 干什么 谁得罪你了阴沉的脸 妈也让开 不让开 除非你跟我说清楚 说什么清楚 你跟王淑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跟他没有事儿 你跟王淑培肯定有事儿 就算是有事儿 也跟您没关系 你个不争气的丫头 你嫁不到男人的你 啊 天底下男人都死光了 你非得要找王淑培 啊 还被他们迷得神魂颠挡的 丢人不丢人呢 我跟你说下 你要是敢嫁给那王淑培 你就别认真家 你就别当我这个家门 啊 你迷凡也好 曹嫂也好 哪一个不是万里挑一的好青年 啊 你偏偏不要 你偏偏看上这结果婚的王淑培 你这不是擦毒人家的家庭 败坏咱们的家疯吗你 啊 你没出息的呀 你给我丢人现眼 我跟你说 你要是敢嫁给他 你就别再踏进我这个家门 你就别认我这个妈 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你给我丢人 我这个老脸都没有地方放了 啊你又好 是啊 你真是一个老脸 啊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 好 怎么今天不陪小虎睡了 小虎上班那儿睡去了 我想晚上和你聊聊 她在这儿 不太方便 你先说吧 其实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 只是我 我想和你说说话 那你就随便说点什么 反正咱们也睡不着 在爸妈眼里 咱俩现在还是夫妻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告诉她 我们离婚的消息了 不知道 也不好说 反正感觉 感觉什么 我们现在离婚不离家 是你提出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让你来决定 这个时候说 这个话吧 真是不太好说 你说爸妈对我像亲闺女一样 你说还要我真不舍地伤害她们 但这是早晚那时候说的 也许可以不说 我的意思是 既然离婚了 早晚都得说 怎么个说法 婚姻结束得太突然 我都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以后该做什么 那就顺其自然吧 我都没有说 我都没有想到 我没想到 我都没有想到 o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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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哎呀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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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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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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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